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剑离为大秦谱写秦宋国乐 高剑离因此困于秦宫十年 年关将至 思乡情窃的高剑离 再三递交告假文书 却都被回绝 不想让高剑离回家的始皇帝 于是故意刁难眼盲的高剑离 以阅为题 留下三封阅考诏书 号称只要高剑离 完成诏书里的三道难题 方可准其回家过年 我们的故事就此开始 先生 六位月关已经到了 若没有他们 恐今年又是难以归乡 但愿他们能解开月考 先生何以执念返乡 伤以十二月为一年之岁首 周 以十一月为岁首 秦 以十月为岁首 这岁首之意念旧迎新 与亲人同乐 百姓说过年 过子 就是新酒交替 也是一路上行程祭祀 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这才是过年该有的意义 如何不想回乡啊 先生木芒 却为考题所困 我等 又不经于英律 希望这次的六位月关 能达成现实所愿 岁首必有礼乐 岁首们已在试音 想必这第一考就要开始了 先生先生好消息 恭喜 恭喜先生 六位月关已经解了月考第一关 烦请内侍帮我去一趟庆渔巷 果头工匠订了百余个陶符 请你将这些陶符 送给岳府周围的百姓 先生 为何订了如此之多的陶符 记下道家 以黄老之学为重 逢年过节 便会让大祖将 申书玉律两位神将的名字 可在陶墓之上 并悬挂于门 欲遇新的一年 屈邪毙 此乃陶府 这百姓之中 十字之人不多 但也会求邻里之间 十字者 写些文字在陶墓之上 也挂于门上 以表 此就迎新之 这始皇帝第二考 便是以百姓门前的陶符为题 清晨至今 我听见成罪的禁军 在街巷来回穿行 想必是在收集陶符 此事因我而起 害百姓无陶符可以其运 所以我早早就定下了百姓个陶符 送还百姓 我这就去向百姓发放陶符 一元六位月官 能见识陶符祥瑞之意 破解月卡 第二关 月卡三关已过 先生 可以返乡 带我回府 有一份谢礼 需要托你交给六位月官 先生要如何感谢六位月官 我有一支蒙田将军所赠的收尾 蒙田将军称其为兔谋 十分珍贵 还请帮我赠予人贵 好 必不服所托 我也回家收拾 我愿陪伴先生返乡 你家在咸阳 我回乡过年 又怎能让你离乡 更何况这岁手相职 你更要留下 先生 千里相愁秦因 万里山和名义 我回乡与亲聚与亲别 还是要回咸阳谱秦宋 只为君等诚意待我 如亲如故 岁手如意 过年好 先生 过年好 南北超时期 外敌犯我边境 一位将军征战万里 守护山河无恙 黎明安康 元日将军 即便是位阵四方的英雄 也难免遇到普通人的烦恼 如何为家人筹备一桌完美年夜饭 过年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根据宗林所著 《京楚最实际》的记载 在南北朝吃年夜饭 已经成为了民间过年的习俗 说到南北朝 就必须提到一位有名的人物 他就是岳府民歌 木兰师的主人公 与扮南庄 替父从军的女英雄 花木兰 皇帝深知花木兰此战不易 准备给大获全胜的花将军 授予顶级官职 和丰厚的赏赐 多有辛苦 不知此次 你要什么赏赐 如果没有军中 诸位将士奋勇 木兰难得一胜 陛下若要赏赐 请将恩典 分与众将士同享 木兰无意做官 请辞上书郎 时逢春节除夕 木兰只想回归家乡 与家人团聚 还请陛下恩准 花木兰辞官 把所有赏赐 分给将士的消息传来 木兰手下亲兵 无不感动于将军的 重情重义 他们得知 花木兰正在为家人 筹备年夜饭发愁 亲兵们决定 先花将军一步 去找到民间最好的厨师 最好的传世菜谱 最难得的食材 一并送到花将军家中 各位将化身 五位亲兵赤猴 先与花木兰 将此事办妥 视为任务成功 将军万万不可 将军确实来晚了 我家主人在一刻之前 已被几人请走 好像也说是要为哪户 登门做饭 大厨正如传言所说 厨艺登风造极吗 我家主人是一位 归隐御厨 厨艺出神入化 脾气也略古怪 他设一局 只有破局 才会承诺登门 如今此局已破 这 原想为家中人 准备一桌好饭时 但终是错过了 不过 也许即使赶来 也未必能破 你家主人的局 罢了 也是天意 虽不能请到我家主人 但我可将城中收藏 传世菜谱所在 告知将军 据说这些菜谱极为难得 将军何不前往求知 能有菜谱 家中老夫一定很是高兴 还请小哥指点 将军 你往这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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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来晚了 我这里的传世年味菜谱 刚被人取走大半 取走了 是 原本设局考验有猿人 但此局已破 菜谱所胜无几 这样 我愿将剩下的菜谱 送于将军 但如先生所言 本要考验赠女原人 我既然错过 也是天意 木兰谢过先生 就此告辞 将军 市集有家店铺 进的一些稀有食材 邻里敬香去求 将军是否 也去求得一些好菜品 也能让将军家的年月饭 更有心意呀 先生好意 木兰心灵 原本想着 母亲最爱传统风味的菜肴 若是能有些传世菜谱 母亲必定欣喜 可我突然想到 与其四处寻找 不若早点归家 阿爷阿娘 阿姿小弟 其实等的 并不是我带回了什么 而是盼着我早点回去 愿将军处夕 与家人团聚圆满 多谢先生 告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爷娘闻女来 出锅乡浮浆 快快快 开我东阁门 坐我西阁床 拖我战时袍 着我旧时长 当窗里云病 对镜贴花黄 出门看伙伴 伙伴皆精芒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 您是受将军 麾下将士所托 除人康毛 写传食菜谱 含有之食材 为将军与家人贺年 谢将军 为天下百姓守太平 请 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杜甫为李白耀眼的才华 所深深折服 分别后 写下数首诗篇 来赠李白 怀李白 意李白 梦李白 足见杜甫对李白的念念不忘 转眼 三年已过 杜甫早早就来到了约定地点 安排一下饭食 布置好包间 只等李白到来 看着杜甫满心期待 家仆老高 忧心忡忡 李白为人随性不羁 性之所起 忘乎所以 是常有的事 老高安排小厮 据李白府上多次 回复都是青年军事 回长安后 就不知所踪 万一李白忘记了三年之约 岂不是让自家主人失望而归 于是 老高决定求助于人 找寻食先 圆了两位大诗人的 圆日之约 六位安康伙伴 将穿越到唐朝最冷的一天 作为杜甫的好友 他们也不忍杜甫留下遗憾 决定立刻动身 李白一早就来到我们酒楼 我等以为 他会像往常一样 大醉一场 怎知 他今天居然没有 要喝酒的意思 只是缠着我家老板 不知在商讨什么 说来古怪 李白逗留两酒 甚至送了墨宝给我们老板 居然是为了得到小店 从西州府 千里采购的葡萄 小的猜想 也许是圣人宣布 元日开放长假 负责炒供品的太福寺修业 李白想吃葡萄而不得 所以来闹了一番 青莲居士离开时 曾言他要去康师傅茶楼 李白来到茶楼后 便直奔后厨 缠上了我们的茶楼师傅 往常桀骜的李太白 今日却作一抱拳 再三恳请 让人摸不清头绪 都说李白难以琢磨 师叔配件 居然是为了得到 我们这里的糖果子配方 几位 青莲居士离开前曾言 他要去南门安德访寻人 却不知道要坐慎 青莲先生来了 我安德访 就在坊间农人家里出入 我们这里住的 都是给薰贵之家 供应食材的农人 国际便利 或偶有遇主家守松 不少农人手里 就会留存一些 稀有的食材和年货 青莲先生居然挨家挨户 说服邻里 用高价收购各家豪物 青莲居士告诉我 他在来安德访之前 已经用诗书 换了含有的西州葡萄 用配件换了糖果子配方 又在我们这里 拿到了难得的食材和年货 几位 青莲居士离开时曾言 他要去赴约 出游三年归来 他不但要去赴约 更要带上他的诚意 这才是元日之约的 和和之议 你永远可以相信 诗人的浪漫 永远可以相信 属于春节的故事 必将圆满 是 祝福 祝福